在热闹的劳赫夜市内 藏着一家近40年历史的烙鞋店 大型鞋店 他看着劳赫街从冷清 到现在的繁华 这是老板蔡奇妖 与太太王瑞云一手打拼的成果 靠着这间小店 辛辛苦苦养活一家五口 文先生说 我们做生意的贪会责 不然说责我们就责 责我们才做 坚持着信念一路走到现在 维持小康家境 但看似平稳的生活 从去年底扁了掉 房东把店面卖给建商 有人的啊 我们也没法赚啊 不过对老板娘来说 更大的冲击 其实是发现自己的先生利害 就 他没多久了 王先生去了 我,我們就一直在發了我們先生的事情 校長現在辦好了 剛才辦好了,跟我們說不定,還要跟我們四個 我們出兩國的,兩國的我們也很煩惱 所以有個要看去 這點也不是那麼好看 我們先生想要王先生,他有給我交代 他如果王先生,不如我靠 說我要更強,我如果靠他會難過 老闆娘想到,開業以來受到不少的幫助 因此在店租即將到期之際,決定捐出上百雙靈馬皮鞋給弱勢族群 雖然現在還不知道生意如何繼續下去 但老闆娘說,社會上還有很多比他們過得更辛苦的人 我覺得還不錯啊,就做點愛心 他們覺得很可惜啊 會不會很希望說這間店... 繼續留下來啊 不然這二三十年的老店的,真的 不繼續留下來真的很可惜 一整櫃全新皮鞋上百雙 剛從倉庫整理出來擺上架 但阿婆只送不賣 送出一雙鞋就請對方跟已故的老闆遺照拍照作為紀念 老闆娘也都情理輕微幫忙試鞋 心得實在很少,很少了,很帳的,或是低收入的 有這個愛心,真的是很感謝 平正可以免費免費免費 店門口放棄廣播,希望讓更多需要的人來領邪 在饒河街這家鞋店 去年底,方東將店鋪以每瓶506萬元天價賣給建商進行都更 娘王瑞雲,新家還沒找到 只好先清庫存做公益 我們生王生了,處理好事,處理好 接到純純心寒,說我們不想跟人家死的了 你安心,去跟關西園報仇了 就希望老公在天之靈能保佑 三十多年前,王瑞雲跟丈夫蔡奇瑶 落腳饒河街,靠賣鞋養大三個兒子 如今卻面臨獨根衝擊 下一步怎麼走,還不知道 大家也是住在這裡三樓,我們沒有在住 總進倉庫數千雙庫存,光成本就要一兩百萬 兩個月根本賣不完 王瑞雲索心送給弱勢族群 讓這經營三十多年的鞋店 留下一個完美的休止符 記者謝文翔、謝雲玲,台北報導 好的,我們來看到這家非常特別的老鞋店 他是位於在饒河夜市內,開業將近有四十年了 但因為呢,現在賤上要來都根 因此他們宣佈會來收回不再續租了 這家老闆的老闆娘呢,他們也說了 在今年才送別一些癌痴的這個先生 傷心之餘,如今想不到 竟然要把這個店面呢,是給被迫牽出了 不過他也是很堅強地面對人生 同時他決定了,把店內有上百雙這個 琳瑪的皮鞋全部免費捐出來 一頭忙著幫顧客施鞋 另一頭老闆娘則是親切招呼 還不忘提醒家後到修補 到底什麼好康 平正可免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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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一雙鞋子,請大家告訴大家 人幫助我們 以前就在做愛心 現在更積極 跟著老闆娘走進後面倉庫 風也望去架子上 將近上千雙的鞋子 這是開店四十年累積的數量 現在卻讓老闆娘很頭痛 原來一樓店面三樓住家都是成租的 去年底房東將店鋪賣給建商 甚至還祭出存證信函 對丈夫剛過世不久的老闆娘一家來說 相當煎熬 我就要堅強 我不會在你 為就這樣 反正面臨著做到的事情 航空也不會開掛的 儘管店面住家都還沒找到弱角之處 但店家不親耶 也借機幫助更多人 為社會注入一股暖流 記者臨時環陽尊莊台的報導 台北的饒河夜市有一家開業 已經有三十多年的老鞋店 因為建商都更的關係 所以這家業者必須將店面收回 這位老闆娘王瑞雲 她雖然面臨店鋪破千的壓力 不過她決定把店裡頭有上百雙 零碼的皮鞋要捐給低收入戶 或者是有需要的民眾來認領 一整櫃全新皮鞋上百雙 剛從倉庫整理出來擺上架 但阿婆只送不賣 送出一雙鞋就請對方 跟已故的老闆遺照拍照作為紀念 老闆娘也都情理輕微幫忙試鞋 愛心的實在很少了 成長的或是低收入的 有這個愛心真的是很感謝 憑證可免費免費免費 店門口放棄廣播 希望讓更多需要的人來領鞋 在饒河街這家鞋店 去年底房東將店鋪以每瓶506萬元 天價賣給建商進行都更 老闆娘王瑞雲 新家還沒找到 只好先清庫存做公益 就希望老公在天之靈能保佑 三十多年前王瑞雲跟丈夫蔡奇瑤 落腳饒河街靠賣鞋養大三個兒子 如今卻面臨毒根衝擊 下一步怎麼走還不知道 走進倉庫數千雙庫存 光成本就要一兩百萬 兩個月根本賣不完 王瑞雲索性送給弱勢族群 讓這經營三十多年的鞋店 留下一個完美的休止符 今年一月台北市饒河夜市裡 一棟三層樓老舊公寓 以總價2.6億的天價出售 可以說是轟動一時 但是由於建商要進行都更 承租這個店面的這個新鞋店呢 也將在要吹洗燈好 玩笑要來仔細整理鞋子 頭髮斑白的王瑞雲 三十五年前與先生蔡奇遙 白手起家在饒河街 租了這間六十平大的店面 開啟南鞋店 一家五口也住在三樓 但就在一月建設公司 向準都更利益 以每瓶單價506萬 總價2.6億元天價 買下整棟公寓 王瑞雲一家不只賴以為生的鞋店 吹洗燈號 更落得無家可貴的窘況 說起牽手 王瑞雲的眼眶都紅了起來 烏漏篇蝌連夜雨 竭離超過四十年的先生 蔡奇遙也在今年三月離癌過世 歡迎視窗看看 耐心的招呼客人 王瑞雲的二兒子 從小就在店裡幫忙生意 看著爸媽一身的心血 可能就要化為烏有 心裡滿吃不捨 心情有時候想到會很難過 就是說不能夠再延續下去 因為我們的基礎都打在這邊 主顧都知道我們這家店 即便遭遇最艱難的考驗 王瑞雲三個兒子 花悲憤為力量 既然搬家帶不走 乾脆將這一整面的淋碼鞋 捐給低收入戶 重大傷病跟身心障礙者 未來如果找到新的店面 蔡家送暖的活動還會繼續下去 民視新聞中心公眾議台北報導 我們這是都要管重大傷病 身心障礙 低收入戶 他有卡來我們就送他 絕領馬店內這一整排 上百雙的領馬皮鞋 捐給弱勢族群 因為老闆娘當年開店 受到不少人幫助 但現在店門口 寫著大大的租約到期 被迫洗燈 在柔和夜市營運近四十年的大興鞋店 店商忽然提前 不回準備都更 老闆也在這時候因癌病逝 現在店內上千雙的鞋 該怎麼處理 讓老闆娘很擔心 回起和先生共同經營的鞋店 還將三個孩子 拉拔長大的點點滴滴 老闆娘眼眶泛紅 不僅要承受親人用別的痛 還得趕快收拾心情 找新的地點重啟乳灶 面對沒有店面的困境 老闆娘還是希望 盡點綿薄之力 秉持有捨才有得的精神 捐出百雙皮鞋回饋社會 現在只犯建商 能多給點時間 讓他們消貨 只是現在建商堅持 要把房子收回去 給我們一個小明星的 三十五年 大三十五秒 淹沒什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